音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慈濟大學101級 公共衛生學系畢業生黃庭玉 那我現在是國中的資訊老師 音楽 因為我在高中的時候參加三年春會社 那春會社在做的事情就是跟志工服務有關 所以當時就做了很多 例如說到老人院關懷老人啊 陪他們聊天或是帶兒童營隊 那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就有埋下我對志工服務的熱愛 那所以當時我選大學的時候 我就看到慈濟大學其實有提供很多志工服務的機會 所以我當時就覺得慈濟大學是我的首選 那為什麼會選工 因為我覺得這是在 因為我覺得高中要選大學科系的時候 其實對高中生來講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當時就從我的生活去琢磨 我就發現 因為我國高中奶奶常常身體不太好看醫生 因為她有長期的慢性病 然後後來又因為慢性病引發的其他的疾病 所以其實雖然我奶奶都有準時回診 可是她其實藥越吃越多身體也越來越差 我當時就在想 難道我們就只能生病 然後看醫生等身體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才去治療嗎 那公共衛生學系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預防剩餘治療 所以我就覺得 這好像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希望我可以讓我們身體發生任何不健康之前 可以做到預防 那因為在整個慈大的公共衛生學系當中 有很多健康促進的 例如說課程 或是甚至到社區裡面去做一些衛教宣導 我覺得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選公共衛生學系 我覺得因為我們學校有很多志工服務為主軸發展的一些活動 不管是課程還是服務還是計畫 那其中就在我國際志工服務的過程中 因為國際嘛 所以語言其實是要提升的 那當時學校就有補助我們做一些讀書會啊 賣書啊的補助 甚至是我們考鑑定也是有補助費用 那包含整個我們當國際志工的過程中 機票或是相關的事務費 學校都有補助 然後在我印象很深刻是因為 哇!我才知道學校提供很多元 不只是金錢或是硬體軟體 還有包含我們出發之前的場地訓練 近視堂都做為我們的一個可以討論的場域 然後甚至在我們整個機場的來回 因為其實我覺得對學生來講 機場的來回這是很頭痛 因為它其實是很花費的 然後當時也有十股十股做接受 所以我其實覺得很感謝此機提供很強的資源 然後也大力的支持我們做這件事情 好!我覺得這是一個我人生很酷的經驗 因為我原本的專業其實是健康處境 然後到我國中真正成為老師的時候 其實我是質詢老師 這是一個我那時候其實在整個志工服務 然後做教育志工的過程中 我就發現其實每一個學生都有自己害怕科目 例如有些學生很害怕英文 有些學生就害怕數學 就他們會有一些他們無法克服的科目 那我當時就在想 因為我以後我要當老師 我要怎麼樣去理解學生這個過程 然後因為我是一個超級3C白癡 就只要電腦有當機 我就覺得電腦是不是會炸掉 然後所以我當時就覺得不行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陪學生走這個歷程 我也要去試圖克服一件 我覺得我很不擅長我很害怕的事情 那因為我們學校有很多其他科系可以選擇 那其中就是我們有醫學 醫學資訊系 那我當時就覺得好 那既然學校有提供這樣的資源 然後也很歡迎我們跨系選手 那我就去挑戰這件事情 所以我當時就做了這個決定 去克服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我覺得它也變成我人生 一個很重要的地層 因為可能學生也會跟我談說 他覺得程式設計很難 那我就會跟學生分享說 其實老師以前是3C白癡喔 老師以前程式設計是什麼都不知道 但就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 不只是鼓勵到我自己 我也藉由我人生的經驗可以鼓勵我的孩子 我覺得建議上我想要分享的是 我對於看待一整個大學的精神 就是一句話 想做那就去做 當然這個前提不能夠傷害到別人 可是因為大學是一個可以犯錯 可以嘗試的階段 所以對當時的我來講 就是用力的去跌倒 用力的失誤 那就像我前面分享的 在我人生過程中 我從來沒有想過天啊 我有一天竟然是可以當教學生 打程式的資訊老師 這也是因為我在大學當中 一直挑戰自己 然後嘗試之後 我也帶來人生一個很重要的轉走點 所以想做就去做 多多嘗試